赶在父亲节前夕有前几天呢 一人高凌峰特别透过媒体说是要来找他 已经12年没有联络的三女儿 结果现在真的人找到了 父女俩第一次透过岳阳电话联系 算感觉是有些陌生的 不过对高凌峰来说心里头是非常的安慰 他也害女儿约法三章 在未来父女俩都可以碰面 那么也希望呢 他们之间的互动非常低调 外界不要感到 在镜头前永远升龙火虎的高凌峰 深锁在心里的遗憾终于释放 前几天透过媒体寻清 高凌峰终于和12年没有见面的三女儿 葛小杰联系上了 12年没有见了 那大家真的第一个很陌生 这中间真的有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彼此的误会 那我想透过沟通以后 对我来讲 可能我已经是觉得是一个最最美的日子 因为听到了她的声音 这几年高凌峰凭着一张照片 还有和女儿最后相处的回忆 老是停留在她10岁的身影 以后年妇女再度联系 已经是22岁的大女孩 失联12年来 唯一和女儿联系的 反而是自己的侄女哈雷小子 透过亲友帮助 仍在美国的女儿 主动打岳阳电话给高凌峰 也打破多年来冰冷的亲子隔离 由于三女儿并非一人身份 高凌峰也约法三张 要保护女儿的隐私生活 在任何情况 希望真的不要再提起她 让她能够平淡 或甚至她回台湾的时候 她可以跟我碰面 让我们约了我这一身 我觉得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梦 傅金杰前夕和女儿联系 对高凌峰来说也是最好的 父亲节礼物提前来临 中天新闻人一方台北报道